主動在立法委員 又有免責權保護 這樣還要修法去保護立法委員 會不會讓人家覺得 這立法委員太弱了 另外像這樣拿著牌子 圍著官員不斷叫囂 這個叫做執權行使 國內也看不下去 在立法院每一次質詢 你看主席都說 尋打時間15分鐘30分鐘 是尋打立法院過去那種 把官員當狗罵的時代 文化應該讓他過去了 這個時代 連狗都不應該這樣亂罵 我們很希望透過尋打 好好的說明政策 你看現在在質詢的時候 官員好想解釋講話 都一再說委員可不可以給我10秒鐘 一句話就好 就是不肯一開口就是罵 一開口就是罵 有時候連三字經都罵出來 所以我們常常要請優秀人才到政府來 有一些人不敢來 第一個理由就是他們不願意面對 謾罵式的立法委員 那台電這麼大 供給全國民生產業用電這麼多 24小時一年365天 我們都可以看到盡心盡力 那如果哪個地方 因為跳電停電這種事故性的停電 過去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2012年一年有兩萬一千件 現在經過各種補強措施 減為九千件 但還是不能避免 所以我們還會繼續加強 但如果這樣 又要來講什麼動物 猴子 我是覺得這種立法委員 真的只是企圖 用這樣來攻擊 辛苦的工作者 毫無體諒 也不是解決問題 那T台三立要詢問 為意志通膨 央行宣布升息 那未來房貸組可能壓力變大 那院長怎麼看因應的措施 央行對於升息降息 都有他很嚴謹的專業作業 而且央行也已經對外詳細說明 我們都覺得今天台灣能夠經濟發展 能夠相對物價 雖然受到國際衝擊 有各種戰爭疫情等等的影響 不過還是盡量要維持 減少通膨 讓民眾生活少壓力 那政府還是繼續努力 記新聞要詢問 朱鳳蓮說院長嘴上喊去中化 但私下去追求傳承中國文化 還說要推薦院長幾部大陸巨大 院長怎麼看 可見我不是個意識形態的人 我都抱持著開闊的心胸 世界各國各地各種文化 各種戲劇影片我都有興趣 而且都仔細觀賞 我看很多中國人也喜歡看日記韓劇 人家日本韓國也沒有要求 中國必須跟他統一 所以中國很可惜的是 他不能自由民主開放 給他的國人同胞 給他自己的國民 能夠來觀賞世界各國 這可見中國是怕民主自由開放 反而台灣是非常的開放 所以中國如果講這種話的人 能夠來台灣 我們會邀請他看看時代革命 看看中國這樣滿恨的 違背承諾對付香港人民 是多麼的殘忍不治 跟違反普世價值 好 上這個夢夢水 國家配方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傳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安能力 還有德國養恩及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